桃園市長鄭文燦手拿小國旗 參加桃園市自辦的國慶升旗典禮 這是桃園市府升格後的第一次 在國家生日這一天 鄭文燦有感而發 今天在市府廣場舉行 國慶的升旗典禮 我們所要表達的是 中華民國在台灣 那麼創造了民主的成就 中華民國與台灣應該是畫等號 強調國家認同 也不斷提起國旗的重要性 桃園國慶升旗典禮 今年一樣湧入超過一萬人來觀禮 市府現場發送掃國旗 也邀請星星高中樂儀隊 帶來精采的耍槍表演 桃園市除了自辦的國慶升旗典禮 也配合總統府國慶典禮 推出機場捷運主題花車 參加總統府國慶遊行 向大家展現桃園不斷進步的形象 記者劉志展 桃園報導